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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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서 父友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對我來講 我覺得父友應該就是 如果你能夠給的時候 你就是父友 不是說你要很多的錢 很多看得見的這種物質上的錢財 或是財產 所以我覺得 在人生裡面 如果可以有機會多給 那包括金錢上的 或者说你服务上面的 知识上的 我觉得只要你有能力可以给的时候 都是富有的人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 咖啡店就是我的修道院 以前常去一家咖啡店早上去 然后它的光线非常的明亮 然后坐在那边我就会 心就是很沉淀这样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如果有一段空间 坐在那边 然后居然可以有这样子的时光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珍贵 那对我的内心 我觉得也很多的帮助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那是我的修道院的原因在这里 很多人去咖啡店的时候 他就是会讲究说 这个咖啡多好吃 这个咖啡是什么样的 比赛第一名的什么什么 其实我都比较不在乎这些事情 我反而比较在乎的是 那一段所谓的 我说是咖啡时光 所以对我来讲 去咖啡店 我觉得咖啡店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 非常棒的一种空间 你说我到底富不富有 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是还蛮富有的 我可以写文章 我可以把我的知识给出去 生活有一点余裕 可以帮助一些人等等 那这些都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富有 有很多很珍贵的分享 或者写文章可以影响很多人 其实就是一个分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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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